現在我們硬體接好了 我們把那個積木先把它弄起來 那前面這幾個我就把它丟掉囉 剛剛這就不用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看 我們在這邊有兩個東西要用 一個是什麼 有沒有一個叫做光那個三色LED 對不對 三色LED 那我們因為它已經是連接在我們的 Smart上面了 我們要用的是供應這一個 第二個喔 第二個 所以我找的是這一個 你就把它拉出來 腳位不用改因為它已經是固定的 好還有一個是風明器 風明器也是不會回傳樹脂的 風明器在這裡 我是不是用在05 對不對 所以硬體的我們現在就是這兩個 已經先加進來了 已經加進來了 那你想看看 你看我們右手邊這裡 這個互動方式就不再是我們文字了 你往下看有沒有一個叫做影像追蹤 各位選了這個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情喔 你要上電視喔 選了這個你就上電視啊 如果標準的話 因為我現在兩個都有在用 所以會看不到 所以我先把這個我先停掉一下 我先把這個先停掉 我重新進來 我們這邊稍微更正一下喔 你現在一開始沒有沒關係 你看我們左下角這裡 因為我們現在換成影像追蹤 有沒有影像追蹤的積目 左下角這邊喔 你按一下 第一個 設定影像追蹤 最終 假設最終人臉 你把它按下去 很累 那它會跳出這個有沒有 它要求存取你的什麼 網路攝影機 你就按它 允許 這樣 有沒有在上面的 這樣有看到的齁 有沒有看到自己的 不過網路攝影機可能要靠近一點 因為它的臉要夠大 它才會抓得到 好嗎 來 你看我靠近 有沒有人臉 靠近 這樣看不到 這樣有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會畫圖也可以喔 好嗎 你看靠近的時候 有沒有它就抓到你的人臉了 好如果大家現在已經會上電視了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你回頭看一下這裡 我們剛剛這個 這個關卡 要完成什麼 要完成這樣子 我們希望 你如果有偵測到人臉 因為它可以偵測有幾個部分喔 你可以看一下 有人臉 有顏色有沒有 你如果固定某一個顏色也可以 但是我們要做房大大部分都是偵測人啦 你貓來它不會亮 它不會亮 好嗎 所以我們希望說 有人臉的時候 你的風鳴器會叫一下 三色椅頭的燈會亮一下 這樣你了解嗎 那你先不要偷看答案沒關係 你先想看看 你看我們的積木裡面 影像追蹤 剛剛是不是有了 對不對 有了這個 那你現在呢 那你現在呢 要讓風鳴器 發出什麼聲音 要三色椅頭的燈 要怎麼亮 就把積木寫在這個裡面 這個我讓各位先思考一下 先玩看看好不好 記得喔 人臉要靠近一點喔 像我這麼遠 它就沒感覺喔 靠近一點 有沒有這樣亮起來 這樣才算有喔 這樣OK嗎 先讓各位思考一下喔 先讓各位思考一下